如果家里的电压力锅就这样点开始之后 上面直接出来错误弹码 像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锅里面的压力开关出现了问题 如果像这种电饭宝 这个盖假如是这种一体式的 就这盖你看一下 拿不下来是这种死盖的情况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上盖的温度传感器 它的线一般断了以后 它也会出现就这样的错误弹码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维修方法 其实像这种情况 我们首先先把这个上盖给它拆开来检查一下 在拆上盖之前 首先我们看这个温度传感器 它是从这个盖背面经过两条线然后 然后从这个位置 它就连接到下面的主板上面了 这个断的部分一般都是从这个位置断开的 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 这个盖看到没有 就是经常这样折来折去 折了时间长了以后 这个根部最容易断 我们检查的时候呢 第一步先把这个后盖给它打开 来看一下这个线有没有问题 这个小盖子这样呢 就这一条线 拧掉这条螺丝以后 就可以把它给抠下来 也能看到内部的线 好 拧开螺丝以后 然后呢 把这个盖看到没有 就这样一拔就出来了 然后仔细看一下 这个里面呢 它这个里面不单单是两条线 这里面我们仔细看 好像是四条线 再仔细看一下啊 刚才一开始说两条 谁知道你看拆开四条 现在又变成五条 看到没有 两条黑色 然后两条红色 还有一条花颜色的 把这些线呢 往外拔一拔转一转 看一下有没有断的地方 一般在这位置 断的是比较多的 最主要呢 就是这两个红的 或者是这两条黑的 哎 我们看啊 这黑色 这个红色的线断了 是不是 然后 这个断的头呢 是在里面 目前呢 也看不到 那么现在呢 就只能啊 把这伤盖也给它拆开了 拆伤盖的时候呢 就是这两条螺丝 先给它 拆下来 拆出来之后 然后呢 把这盖再扣下 找一个掐片 把这个盖给它掐开 这个下巴用的都是卡扣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也是有螺丝的 这里是隐藏的螺丝 拆开以后 我们看啊 这里面是吧 还有两条螺丝 好 拆掉螺丝以后 把这个把手拿下来 然后呢 把这个小盖先拿掉 这里面呢 还有两条螺丝 用这个撬棒 在这上盖一圈 撬一下 就能把盖给撬开 到最后呢 就这样的盖一拿就掉了 很多人呢 都不会拆上盖 只要仔细看完这个视频后呢 自己其实也就会拆了 非常的简单 这个线的距离比较短 看一下 刚刚能接到一块 把下边这个线拉一拉 其实还能再拉出来一点 OK 转出来以后 然后呢 第一步呢 先把这个线给它先 拨出线头 上面这个也一样 也给它先拨出线头 好 拨好成这样以后 然后呢 把这个线 从这边 还是从原来这个位置啊 再给它穿过来 我们看 这样就穿过来了 然后呢 套一个热缩管 用电脑铁 把这两个线头 给它焊一下 像这种小小空间的 不建议用这种传统的胶带 这种胶带呢 因为这空间小 这儿呢 也没办法穿过去 然后呢 就算 给它缠上来以后 它也有点 就是水蒸汽的情况下 很容易这个胶带 它又开了 所以说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套这种热缩管 然后呢 把它套回去之后 用打火机烤一下 这样 接好之后 这个线呢 非常的耐用 热缩管 它的大小型号 都非常齐全的 然后像手机充电线 根部锻炼 也可以套个热缩管 好 现在呢 咱们把这个电饭锅 通完电来试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修好 点一下煮饭 再点开始 OK 我们看 加入一切正常了 是吧 维修起来 还是比较简单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